山东德州民警夜查两抢一道时遇到了一位厉害的主 人家这车开得很牛 价值百万 脾气更是牛 警察也得靠边站 民警给他解释说 最近在德州市区频发抢劫 抢夺和盗窃案件 过往车辆都得接受检查 可人家说了 车门可以开 但是必须得请示他 记者发现这是一辆北京牌照的雷克萨斯CX570越野车 价值在150万元左右 在车上的一位同城人员的劝说下 这位驾驶员才同意接受检查 检查完毕后 民警发现一切正常 示意对该车放行 这不临走时 人家还没完没了了